台大醫院與臺北榮總自民國九十六年 就簽訂了教學研究合作計畫 昨天公布最新成果 包括可以對肝癌進行更精準的治療 以及在兒童聽損方面 如果是聽神經病變 目前對小鼠進行基因治療 發現可以明顯地獲得改善 臺大醫院院長吳明賢與臺北榮總院長陳維銘 互贈禮物展現兩院合作精神 為了提升醫療研究水準 兩院共同投入經費互通人才設備 十六年來發表無數研究 上午再度公布 透過兩院慢性肝病資料庫 可以找出更精準預測肝癌發生與治療 預後提供患者更適切的治療 團隊指出肝癌可說是臺灣國病 十大癌症排第四 第二大癌症死因 希望朝向二十五年內減少癌症 五十趴死亡率的目標前進 而針對兒童聽損問題 團隊指出聽神經病變患者使用助聽器 或人工耳刮效果也不太好 目前對小鼠進行基因治療 另外兩院團隊針對動脈周狀硬化 也找到新的治療標的 除了現有控制三高或介入性治療 團隊發現調控內皮細胞功能十分重要 希望將來針對內皮細胞與血管功能 開發新型藥物減少硬化也不一定要透過介入治療 記者林志美林志堅台北報導